一大盤海鮮端上桌 一塊塊肥美鮮嫩的滿滿油花 黑鮪魚生魚片 看了讓人口水直流 旁邊還有大河海膽 讓人直呼菜色超澎湃 但厲害的才不只這道 烏魚子堆疊滿滿一盤 讓來賓吃得超過癮 不少人好奇 是什麼場合出現這麼霸氣的食材 原來是閻清彪孫子的滿月酒 冷盤還有那個汙泥 那個都是新鮮的東西 當然新鮮 最主要新鮮就是我歡迎 大家都喜歡 嚴寬恆說這是他三弟 嚴洪拳兒子的滿月酒 他透露最厲害的菜色 不是前面兩道冷盤 而是家裡自家煮的 麻油雞跟油飯 那其實主角還是在 那個麻油雞跟油飯 你們都沒有吃到麻油雞跟油飯 那個才是真正最好吃的 儘管嚴家對滿月酒相當低調 但菜色被民眾PO上網 立刻引來不少網友留言 有人直呼嚴家就是海派大方 還有人說一桌 兩艘海鮮船爭霸氣 一看就知道下重本 嚴寬恆甚至還在下面鬥趣留言 而且在二弟 三弟 四弟 都三個小朋友 包括我自己也三個小朋友 所以就十二個孫了 嚴寬恆透露這次滿月酒 都是宴請親朋好友 只開十桌 不過這是嚴親標喜貨 第十二個金孫 光這兩道錢菜 霸氣程度就讓人開了眼界 記者陳廣瑞 許有祥 台中常報導 但是這次還在接著 中文字幕——YK